巴黎奥运会小组赛 中国女排小组赛 最后一轮对阵塞尔维亚女排 中国女排以3比1战胜塞尔维亚女排 中国女排小组赛三战三胜 取得了小组赛的第一名 第一局 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调球先得一分 王源源快攻得分 博斯科维奇发球得分 中国队6比9落后 朱婷后三进攻得分 中国队追到12平 博斯科维奇4号位扣球得分 15比18 中国队叫了暂停 李盈盈4号位下球 王源源快攻打中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19平 塞尔维亚队叫暂停 博斯科维奇连续扣球成功 21比25中国队先输一局 第二局 龚翔宇2号位进攻 凋零宇发球得分 塞尔维亚队4号位扣球出界 中国队3比0领先 塞尔维亚队主要靠 波斯科维奇一人得分 龚翔宇2号位进攻 发球得分 19比14中国队打停了塞尔维亚 波斯科维奇连续扣除得分 追到17比19 李盈盈连续扣球得分 袁新月拦死了波斯科维奇的 4号位进攻 王源源倍飞得分 李盈盈4号位打中 中国女排25比20颁回一局 第三局 中国队连续利用快球得分 李盈盈发球下网 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误 朱婷奋力就球 手部撞到了荡板 中国队用吴梦杰换下手部 不适的朱婷 李盈盈 王源源连续拦死 波斯科维奇的进攻 李盈盈 吴梦杰扣球得分 中国女排25比22 再胜一局 第四局 龚翔宇扣球出界 拉左维奇4号位强攻得分 波斯科维奇增加了调球 龚翔宇2号位进攻连续得手 中国队15比10领先 塞尔维亚队较暂停 李盈盈连续扣球得分 双铃宇发球得分 吴梦杰非常敢打 李盈盈扣球得分 中国女排以29比27 胜了第四局 本场比赛过后 进入八强的队伍 最新排名为 1.意大利女排三战三胜 得9局11局 积9分 2.中国女排三战三胜 得9局13局 积8分3 巴西女排二战二胜 得9局 积6分4 波兰女排二战二胜 得9局11局 积6分5 美国女排三战二胜一负 得8局15局 积6分6 土耳其女排三战二胜一负 得6局16局 积5分7 塞尔维亚女排三战一胜二负 得66局 积4分8 多米尼加三战一胜二负 得5局17局 积3分 中国队首发阵容为 主攻 朱婷 李盈盈 副攻 袁新月 王源源 接应 公祥宇 二船 凋零宇 自由人 王孟杰 公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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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